這個視頻已經跟著建議好幾次了 建議好幾次了 所以說我請教育室 在這個體育館 這個能夠使用籃球 應該要趕快來進行 不要整個用一個排球網球 你現在網球沒有再使用 幾乎有時候很少 浪費在那邊 當初有一個國手去建議 他要拿一百萬出來 卸給蘇政府 也沒有拿出來 沒有拿出來 請你們蘇政府去查看看 進成的 沒有拿出來 成敵 我乾脆講出來 沒有拿出來 那他當初拿出來 條件就是他拿出來 希望那個地方要培育國手 全部通通來改成網球 那後來也有很多理想不能堅定 這什麼地方當初只有網球 只有網球 所以說希望我們蘇政府 對這個地方 應當要趕快來改一半 一歲時間來給這個 愛好籃球的這個運動 運動這個我們視頻 那第三點就是 早上你看我們這個體育館 那體育館不用說 因為他在樹基裡面 下面又有游泳石 那體育館的使用力 比什麼都高 幾乎每天都有 那建物也非常老舊 那我們處長也有講到 屋頂的採光罩 這個預算也非常接近 希望蘇政府要扣編這個預算 來整修這個體育館 屋頂室內設備 還有地下室那個也就是漏水 都很久都沒有處理 以我個人的經驗 那個漏水啊 從開始就漏到現在 這是游泳池的最下面 那高度不高 只有兩公主高左右 那個已經漏水都很久了 那漏水是非常不好的 你們不知道 整個建築物結構都會損壞掉 像那個東岸城都一樣 那漏水啊 就是會損害到結構 希望我們本期 提出來做三點意見 希望蘇政府 可以盡量盡快來改進 並且來給人家收留一下 謝謝 好 我們謝謝張漢圖張議員 我們現在請張耿輝張議員 發言 莊榮清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主席啊 當然在沒發言之前 首先因為今天是前九矚目的 矚目的日子啊 也就是說我們新任總統的就職 首先也是要恭賀 我們恭賀我們市長貴黨 跟所有的黨務從政人員 能夠重圍啊 拿回八年的執政啊 後的執政啊 首先要先恭賀你們 也是啊期待你們 從今天開始啊 能夠啊 如同蔡總統所說的 因為畢竟他是我們中華民國的總統啊 前民的總統 能夠秉持的謙卑謙卑再謙卑 的執政態度啊 來啊帶領得我們台灣的人民 這是第一點 恭賀 本習在講話尊重一下 你有意見等一下要說 第二點啊我想啊 針對今天這一次啊 早上啊考察的幾項啊 我想建議我們 不管是市長還是我們教育部相關人員 做個參考 第一點啊 體育場我們今天也看啊 這個尤其很嚴重的啊 雖然說體育場 從你們的簡報當中啊 已經有三十六年啊 尤其啊 早上你們也說 會下線的地方啊 在撐桿跳的那個場地啊 有那個塌線的現象 希望趕快檢測 以維護我們整個市民的 還有一些選手的安全喔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啊 我想剛才我們本會的 所以有關於 跟運動相關所使用的設施 如果可以盡量的自由使用 就應該盡量的自由使用喔 這如同這個 剛才我們議員也有提到過的 田徑場是在一個比較偏遠的地方 而且呢 在附近 大家都這個 呃 大家都非常的 就是來自四面八方 大家都寧願到這個田徑場來運動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呃 有人會提出來說為外喔 那難道我們市政府 愛錢如命到這個程度嗎 我們應該是鼓勵大家喔 一起來運動 而且甚至呢 能夠擁有的停車位 我們都要釋放 開放 在國外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在國外 通常 他們在例假日的時候 他們的停車場是絕對不收費的 為什麼 因為他鼓勵你 在 例假日的時候 你開車出來 而且是全家出來 進行家庭的活動 進行運動 甚至呢 他們禮拜一到禮拜五的停車位 是非常貴的 那 立假日是不收的 這就是因為他鼓勵你 立假日不要在家裡看電視 打電腦 你應該要從事戶外的運動 那所以呢 有關於這個停車場 我們也知道 其實我們非常多的議員 我們也都在那邊做運動 大家呢 早上有三場 到了這個比較晚 比較中午的時候 也有兩三場 到了這個五六點 有三 我所謂的三場 就是三個階段的人 會去運動 到了這個五六點 又有一場 六七點七八點 甚至到了晚上十點十一點十二點 都會有不同的人 他工作的性質的不同去運動 難道呢 一直到了十點十一點十二點 你為了要收費 然後怕他們停車 你要把門關起來嗎 我覺得啊 其其以為不可 所以因此呢 在本席在這邊 建議這個田徑場 絕對不要委外 那另外 市民活動中心 我們當初把它改為這個 這個室內網球場 是因為 我們有人捐了一百萬 那希望能夠培植基隆的孩子 尤其在這個網球運動上面 有天分或者喜愛 網球運動 從小就培訓他們 但是因為基隆是一個多餘的城市 所以沒有一個適合的場地 因此呢 就建議 就捐了一百萬 在市民活動中心 利用這個場地 把它改變成為 這個標準的室內網球場 來讓這些孩子可以 從小到年輕 然後呢 來運用 來練習 那如果說 再一度的把它改成 跟這個籃球來搭配的話 因為籃球場 真的非常非常多了 我們可以知道 籃球場不僅 這個公園有 學校有 這個所有的運動場都有 但是呢 網球場 真的擁有的 尤其是標準的 真的是不多 所以也建議 市政府可以再考量一下 那另外呢 我們知道這個 我們這個 體育館 有非常多的運動項目 那如同我們剛才議員 所提出來的 每一個運動項目的硬體設施 我們都希望能夠去做一個 比較完備的完整修散 像說我們不管有 樓道場也好啊 這個墊子 可能已經好久好久沒有換了 那你不能讓它用百年嘛 不要說百年 十年二十年 甚至有些已經是 這開館以來 到現在都沒有換過的 我是建議 應該要一一的替換 在這邊呢 本席一再的強調 運動 是 提升我們生命的 這個質量 提升我們生命的質量 保持我們的健康 減少健保的支出 我相信不管是中央也好 或地方也好 都應該期待我們的民眾 更多的運動習慣 而且呢 我們也期待 我們願意 增加我們的一些運動的設施 完備我們的設施 讓我們的居民更加的健康 減少健保的使用 我相信 因為這樣子 因為我們有健康的體魄呢 我相信 我們呢 工作能力會更提升 而且我們的生活也會愉快 所以呢 未來 我相信我們基隆是一個 如果能夠把這個運動 變成全民運動 而且呢 政府不斷的 市政府不斷的來鼓勵 不斷的完善我們的設施 我相信我們會覺得 是一個非常幸福的基隆人 在這邊是我的建議 也希望我們的市政府 積極的努力 那最後一點 我也要建議我們市政府 我們有一些 我們看到台灣一年舉辦 平均一天每一天 舉辦至少三到四場的馬拉松比賽 而且馬拉松比賽應該算是說 穩賺不賠的 穩賺不賠的 但是呢 我知道我們的市政府 有在跟安樂長跑 對喔 有在做這個馬拉松 好像又在跟一個 什麼獅子會的 有做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合作 那我們基隆呢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好馬 也是長跑的 好馬長跑呢 它不僅 這個吸引了非常多人參加 而且好馬長跑 這麼多年來 它做了非常多的公益活動 好馬長跑的很多的隊員呢 它補助了非常多的弱勢團體 他們是每個月喔 每個月每個人出一百塊 補助非常多的弱勢團體 除了這個以外呢 他們更是提供獎學金 給非常多的高中 國中 來吸引這些孩子 體育班的孩子 提供他們獎學金 那這樣子的一個 那麼棒的 優質的一個長跑的 這個不管是俱樂部也好 或者是協會也好 我真的很希望 我們市政府 能夠積極的協助他們舉辦 這個馬拉松比賽 過去我們曾經舉辦過一次 因為為了把海科推出去 我們叫做海科冰海馬拉松 但是很可惜的 我們市政府喔 沒有來不僅沒有配合 而且有點扯後腿 然後到了前年也是一樣喔 然後到了去年也是一樣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你應該要扶子來協助喔 甚至來配合 讓我們這個馬拉松 也成為我們基隆的一個 盛大的一個活動 但是呢我們不僅沒有來協助 還扯後腿 我覺得其其以為不可喔 那我們也期待政府喔 尤其是我們的這個市長 能夠放開開闊的心胸喔 來接納更多優良的這個 體育活動的這個協會喔 然後呢打造基隆成為一個 運動的城市 同時呢讓馬拉松 能夠把我們每一次的舉辦 把我們基隆每一個地方推展出去 我相信透過馬拉松的運動 可以讓我們基隆真正的走出去 來行銷我們的基隆 這以上是本席的建議 謝謝 不會不會 好我們現在請 藍敏黃藍議員發言 我們韓良齊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主席喔 我想有幾點看法喔 要提供給林市長做參考 那我也有幾點觀念先給 林市長喔先了解一下 也就是上一屆的狀況喔 那有了解前因後果啊 我想有助於市長啊 未來的思考跟佈局喔 第一個 我們現在這三個場所啊 都非常的老舊 過去啊曾經風光一時 但是真的對時代不到了 那我想 以現在的條件 沒有辦法讓我們基隆市啊 成為一個友善的運動城市 我想這一點各位同仁都認同 好那接下來 到底要怎麼樣去爭取改善 我這邊有幾點看法 第一個 過去我曾建議了啦 那市域體育場 是我們基隆市啊 唯一能夠辦大型活動的地方 那我建議啦 市長應該 有遠見的來規劃 爭取改建 向中央來爭取改建 把它蓋一個小型的巨蛋在基隆 可不可行 絕對可行 因為啊各位可以到新莊市去看一看 新莊市就蓋了一個小型的巨蛋 因為基隆多餘 我們最需要的是一個複合式的一個運動場 才能夠給市民啊 一年四季啊 都能夠休閒使用 所以我們最需要巨蛋 那我們條件夠不夠 我有評估過也了解過 新莊啊 的巨蛋大概一萬瓶而已 那我們的市立體育館啊 我們的體育場啊 也差不多這個規模 所以只要中央願意支持我們 我相信啊 我們也可以為基隆爭取一個小型巨蛋 那為什麼要爭取一個小型巨蛋 我想除了推動體育運動之外啊 民事長 爭取啊 這個國際型的比賽 運動比賽也是行銷城市最好的方法 你看看 我們台北市啊爭取到四大院 上一屆 我們也希望台北市啊 最起碼找個單項來基隆辦 那台北市啊 郝龍斌市長 真的派人來考核 就看我們的市立體育長 真的有個比較想在我們這邊辦 可是我們的條件真的不夠 我們的設備太差了 所以我們要痛丁失痛 藉著政黨輪替的時刻 剛好也是議員市長啊 你可以大肆化為的時刻 好好的為基隆爭取一個小型巨蛋 土地我們自己的 只要中央經位會補助 我們一定爭取得到 未來不但可以提供市民一個最好的 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的 休閒體育場 我們也可以爭取辦大型的活動 那為什麼要這個巨蛋 為什麼要改建 現有的狀況 你再怎麼去改善 你都沒有辦法達到 一流的水準 你沒有辦法去 幹什麼 爭取比賽 所以你們會想把那個看台給打掉啊 這一點 市長 如果你短視盡力啊 你就會這樣做 你如果你看遠一點 千萬不能把這個打掉 你將來怎麼 怎麼爭取大型比賽在基隆啊 對不對 一個好的體育場 要有大型的顯示器 要有現場轉播系統 要有空調系統 要有運動員休息室 要有裁判室 要有健身房 公運動員熱身 要有冠洗室 還要有記者室 會議室 貴賓室等等 這些啊 不是你一個一個要 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我主張建議 市長要遠近跟魄力 市立體育場 趕快走走 進行規劃改建 為基隆爭取一個小型的巨蛋 以上是我針對 市立體育場的建議 那另外 體育場 這個停車場要收費 我認為不移 不移的原因很簡單 如果是室內型的停車場 我就支持你們啦 要收費 這就是室外型的啊 我們要管理啊 你把老闆子收費 要做什麼 所以這個部分 也給市長參考 另外市民活動中心啊 這個也要給市長做一個建議 那改善的辦法 我都想到了 既然你把它叫做 市民體育活動中心 可是我們只有一樓啊 在使用 而且我們的時間 是禮拜一到禮拜五的上班時間 晚上假日你都沒開放 民眾向市政府反映 你們竟然回答說 過去的政府啦 不是林市長 過去的市政府說 我們人不夠 建議不夠 所以晚上不要開放 架子不要開放 這像話嗎 所以林市長 這是前車之鑑 你不要犯 第一個建議 市民活動中心的時間 要開放延長 晚上嘛 你要開放下班時間 晚上九點啊 圖書館不是 在本席的建議之下 市長你也從善途流啊 也列入你的市政報告的政績啊 對不對 這也要開放啊 假日更要開放啊 大家不才有收拾去活動 而且這個是室內型的 更新開放 沒有樓梯你要叫人去打運動 ADA 市長 你這個 你已經被這個什麼 這個 教育部啊 點醒了 你如果要向教育部 申請相關的體育經費啊 你就要符合相關的要件嘛 你這棟大樓 如果全棟是體育大樓 都可以爭取啊 可是過去你看看 我們有名稱處 有社會處 有公務處 在裡面辦公 存放檔案 淫富康八市 當然還有兵役局 部份業務在那邊 這個都是過去做的做不好 希望市長把它改掉 好不好 我們中正區行政大樓馬上蓋好了 這三個單位可以簽過去 然後呢 這棟大樓的二三四樓 通通可以規劃成運動場所 我們可以納入籃球場 網球場 樓道啦 健道啦 有氧舞蹈 標準舞蹈等等 這些都非常好 都是室內型的 所以我 市民活動中心的部分 我就這兩點建議 好不好 那最後 這個市立有用紙的部分喔 能夠爭取改建最好 我過去只能建議啊 你看北京的水利邦辦奧運 現在變成是什麼 地標 變成是什麼 年輕人最愛去的地方 有活動的時候 來辦大型活動 沒有活動的時候幹什麼 委外經營啊 也成為城市的地標啊 我們也爭取一個基隆的水利邦吧 那另外市長 這個部分 你想委外經營 我絕對支持 為什麼 這就是室內型的啊 運動場啊 使用者付費啊 這是應該的 以上三點建議 謝謝 謝謝 南米黃議員 寶貴一見 我們現在請韓良請韓議員發言 謝謝議長 今天看了 綜合體育場的部分 他呢 大概可以提出三大點問題 第一個 他外牆剝落 曾經造成安全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來說 希望在修善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另外呢 東興國小的左側 這民國九十年左右呢 他發生過大型的走善的狀況 當時我們用鋼毀莊去固定住 那時候李同誠李處長 在做圖目科長還是什麼 然後我們鋼毀莊固定 以後呢 多年都沒有理會他 這個部分來說呢 非常值得看慮的地方 這非常值得看慮 另外呢 有一點我們一直沒注意到 也就是說 鄭信路 他這一側 就是大門口 這個大樓梯的 大概左側的部分 他這邊呢 這三坡地經常在奔落 經常奔落 所以呢 為了運動人口的安全 我們應該修善了那個地方 所以這個部分來說呢 建議我們在針對體育場 中國體育場的安全問題中間 也要納入這一部分來做考量 第二個部分來說 游泳池的部分 游泳池的部分呢 有柔道場 這柔道場的部分來說 本期四月七號曾經會開過 這個柔道的榻榻米呢 已經硬化了 而我們聽說 這個預算呢 每次送上去都被排擠掉 每次送上去都被排擠掉 就像我們 東信國橋左側的部分 這個部分 也送來 也在市政府的 這個財政小組的時候 捨查的時候排擠掉 安全問題大於一切 沒有生命什麼都沒有 所以呢 這個部分來說 我希望 往後的部分 我們預算書 在年度預算可以看到 否則 本期 在四月七號會刊的結論就是 如果明年沒法修繕 乾脆把柔道場封閉掉 因為我們柔道人 我們柔道人來說的話 如果榻榻米不夠柔軟的話 我們會運動傷害 我們會傷害得非常嚴重 因為我們 護身倒法中間呢 我們可以 當然可以自救 但是呢 我們有的部分 很容易造成 肩胛 或者腿骨的受傷 這個部分來說 希望能夠注意 另外呢 我們健身設備 非常老族 希望呢 能夠把它更新 還有呢 我們游泳池呢 在民國大概98年 或99年左右 它發生 我們發覺到 它的那個 下面的那個 四窗 它軍裂掉 軍裂掉以後 當時我們很緊急的 用 建築師 用 等於說 用圍堵的工法 把它擋死 擋死以後 就還算 好 但是呢 不安全 你要知道 這個用詞 就是它單純的 它25成5 然後高度的話 一米多 大概有2000噸左右的水 2000立方以上的水 這一崩 它崩裂以後呢 這個流出來的水 就可以把它做改建 如同 剛剛我們藍原題的 像中央政府機費 把它整個改建掉 整個改建掉 好 這是有關游泳池的不會 第三點呢 有關我們 市民活動中心的部分 你要知道我們市民活動中心 使用率多高 目前不到15% 幾乎算文字館一樣的 雖然我們有什麼兵的 兵 這個當兵的去 這個這個 要去 徵集的時候 我們會使用一下 還有呢 柔力球啊 或者大型的 這個會使用一下 接下來就是 純網球 網球而且 大部分只有 東興國小的網球隊在訓練 要知道我們基隆市訓練出來 多少 國際型的球員 包括籃球 包括我們游泳 包括一些 都有很多的優秀的選手 不是只有網球一部分 所以呢 本席很希望 這個場地 一定要多功能使用 否則擺在那邊做文字館 然後說捐100萬 有沒有捐 這個教育處要查一下 如果有捐 還有點話說 沒有捐的話 能夠講說他捐100萬嗎 能夠就這樣使用嗎 為了他去配合他嗎 所以在這一個部分來說 本席很要求 我們籃球人口 在基隆市最多的人口 網球人口也非常多 然後呢 不要單一只有哪個球隊可以用 應該是借用的時候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而且呢我們室內球場本來就很少 籃球球場本來就很少 然後本席也曾經會看 東興國小這個成功國中 希望說能夠 藉由其他國中的室內場地呢 讓籃球人口有地方去 本席也建議了希望把我們的 這個 綜合運動場邊上的這個地方呢 藉由大型停車場的理由 把它變成室內停車 室內球場 這也可以去解決一些問題 如果在沒有解決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運動人口那麼多 下雨又多 請問一下 那這些籃球人口往哪走 對不對 或者說網球人口也往哪走 這都應該去兼顧到 否則你養一個文字館在那邊幹嘛 對不對 美新民捐了一百萬 那就可以使用的話 那以後我們也來 我發動我籃球人口 來捐一個一百萬 市政府是不是也要場地給我使用 好 謝謝 好 我們現在請陳志成 陳議員發言 那我想喔 本市的各體育場館 大概很多都是 從那陳振雄市長 是蓋的 到現在真的已經是 年久失修 而且 現在這個各種運動設施 進步情況 已經不是現在 這種設施能夠處理 所以有必要 把我們吉隆市的 舊有的運動場館 通通來改建 特別是田徑 田徑場這邊 真的是 有很大的那個 進步通知 希望說 我們設法 從這個 這個區域署 趕快爭取機會 來做這些場館 這個 改建更新 那至於如何去更新 市政府當然是應該要 捷徑 你的 腦筋 去 把它做得 盡善盡美 讓這個場館 能夠讓 西隆市市民 運動能夠 很合理的使用 那將來 要比賽的時候 我們可以跟外縣市 甚至國際比賽 都能夠在這裡舉辦 我想這是我們大家都希望的 那麼 我今天特別要講一個就是 有關那個市民活動中心 記得市民活動中心 我在去年 我有提個案子 就是 希望把市民活動中心 那個獎台 把它拿掉 那邊可以再做一面 那麼有這四面的話 就可以做一個 北部最好的 那個市內 網球場 然後 我們的 要訓練 或者 或者這個 球員要比賽 大概北部 也找不到第二家 有四面網球場的 這種場地 那結果 去年的提案 到現在還沒有消息 然後最近 有很多人提議說 把這個 這個網球場 室內網球場 兼做 打籃球之用 那當然是不是 當初 那個 我們基隆市的 國手陳迪 他是 比賽 賺到了獎金 願意拿出來 來補貼這個 網球場 這個改建 我想不要說 把這個 把人家的 一片的這個好心 把它說得 好像很難看的樣子 也不是自己要用 是很多 訓練的人 小朋友要用 那麼第二點就是 這個場館 你假如說 把它 加了籃球進去 那完蛋了 糟蹋掉這個 這運動 除非 將來只 專用在 籃球場 因為籃球場 跟那個網球是不一樣 網球是很注重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線 線繩 哪一點一滴都不能說 有所散失 那你在裝籃球場 籃球場的線 跟那個重複在裡面 那你這個地方 要辦比賽 就辦不成 為什麼辦不成 你沒辦法很精確的 撤出這個球 到底有沒有壓線 然後你這個 裁判 沒辦法做決定 根本就 不敢用你這邊做這個 國際或者 國內的大型比賽之用 那我們基隆市 這個籃球場 其實市政府非常地用心 對籃球運動 推展也是 從以前到現在都推展 非常 非常 不予利 我們已經有很多的 市內的籃球場館 各學校的那個 這個市內的體育館 他都很多都有這個 都有市內籃球場 所以籃球場 市內籃球場有那麼多 我們沒有必要 再去跟這個 一個沒有基隆市 網球場沒有多少好的場地 找到這個地方 可以讓這個基隆市 還有網球人士 可以真的好好的練習 好好的運動 結果我們再把它擺幾個 南球場在那邊 我想 我希望這個是沒有什麼針對性 但是因為 這樣一搞的話 真的是 這網球場真的是完蛋了 不能比賽用了 只不練習 這樣都要拍拍而已 這把它糟糕掉 我想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那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也來了一個函 給市政府 市政府應該有看到 是105年3月24號 函請貴府協助基隆網球管 那我知道說 因為這個場館可能 有一些漏的地方 有一些部分需要這個 整修 那是不是有安全顧慮 希望說市政府 在今年 無論如何 要擠出一些經費 來做這個 整個 整個這個 市民活動中心 這個鑑定的經費 鑑定看看適合不適合 繼續做一些整修 然後來做這個 這網球 室內網球場使用 假如說這個 整修沒辦法 有這安全顧慮 到時候我們在那邊打一打 這個上面 什麼水泥塊 還什麼東西掉下來 造成這個 裡面的民眾或者 在那邊打球的人的那個傷碗 就不好 所以今年一定要擠出 足夠的鑑定不用 把這個 這棟 這個市民活動中 好好的鑑定一下 那鑑定假如是 OK的話 我想 這個去年的提案 市政府應該 把這個 我這個提案 本來應該 好好去 把它執行一下 不要說 提過案了以後 也是很用心的 把各種理由 還有照片 什麼都 方法都拿出來了 結果 到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 沒有一點消息 那這邊 我當然有這個現場 這個 拍照 在漏的地方 那只要漏可以克服的話 沒有安全顧慮的話 這邊 希望說 就照本期 在去年 做出來提案 趕快把它 弄出來一個 好的場地 基隆市的網球運動 推展到現在 其實我們這 就是國手級不化級人 從這個 比較早期的 到陳迪兄妹 之後還有這個 王姓幾個兄弟 漸漸都練起來了 希望說 有這個場地 能夠讓我們基隆市 更多的小朋友 從小就有機會 好好的練習 好好的運動 然後把它栽培到 將來能夠進軍國際 也替我們基隆市的 這個知名度 在國際上打開 我想這一點 是希望針對這部分 好好去處理 那至於其他 其他 我跟那個多數 這個 多數這議員的意見 是一樣的 那邊假如說 做收費的話 因為 你這個委外 意思就是 把那個地方做收費 那個地方 平常很多 很多車在那邊停 當然運動也有 然後這個 市民朋友也有 你現在 一下這邊 但是要收費的話 可能一下就增加他們這個 以前從來沒有 沒有過這個負擔 那 過了十年 你這樣 婦人間這樣 正常 這會引起很多迷怨 那既然是我們 原來擺在那邊 就是這樣 他們可以停自己去 車 有什麼大家自己的負責 我是不是說 不必要 這個負擔 來圍外 支援 來求他們這個 停車輪 這樣下去 他不要去停 因為 算了這個 細節 這陰島附近 去那裡 去停 會造成 很多意外 我想這個負擔 這個 我們要注意 這個 心力 跟防弊 這兩者 要找到一個平衡點 不要說 我們想 這個現在都沒有 給錢 看都給錢 都給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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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我們 陳志誠 陳議員 寶貴一見 我們 陳東財 陳議員 謝謝議長 有關這個 資利田徑廠在整修 教育處處長 你要注意一下 據說裡面 那個水溝 挖了之後 才發生 發現說 這個 貪塌的現象 如果你有貪塌 你應該 至少外面貼個公告 那邊運動的民眾整天在那邊罵 那你每一個場 從 過年封 封到現在 動都不動 我心裡還有民眾 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 靜信樓 或任保護旁 那個 那個 那個樓 花園酒街旁邊那個路 看下來 很奇怪 怎麼都 都不動工 也不做 民眾怎麼知道 你裡面有坍塌 你動作要快啊 不然外面 要四周貼個公告嘛 要有廠商要貼公告啊 要有廠商要貼公告啊 電腦割是 割大一點 用紅字 白底紅字 讓民眾看清楚 貼一個 一個 A4的這個 這個紙 誰去看 那個紙還是 那個公告還是 不是我拜託這個 底一廠 廠商去弄的 做什麼都做啊 我要告訴你啦 外面罵的不是罵你處長 罵市長 罵林六昌市長說 這個工程怎麼做了那麼久 動都不動 民眾怎麼知道 你裡面出了問題 對不對 那你應該 這個提廠 廠長 他對工程也不是內行啊 你應該要 馬上聯絡 我們 市政部的工友建築科 或是相關的工程單位 你可以用透地雷打透視馬上去照 我跟你講 都要都要派活派 水出來 都要有問題 都要貪擦到什麼什麼程度 你都不用挖 你要請專業的 趕快來做鑑定才對 不能說擺在那邊 這個是田徑長的問題 那麼有關那個市民活動中心 那個問題 其實這個地方喔 之前我在做王委會主委的時候 這件事情我都很清楚 打籃球的跟打網球的在那邊爭 那我們基隆市的這些網球的訓練的 這些這些同學 也很可憐 下雨都要送到哪裡 你知道嗎 送到內湖 不然就送到山蟲 就隔壤漆 東興國小跟成功國中這些學生 都是要送到那邊 不可能嗎 為了一個 好解好是我們教育部指定的一個單向的 這個運動的這個學校 連那個場地都沒有 東興國小有沒有 有沒有試練網球訓練場 沒有吧 後來才去找到我們市立這個市民活動中心 當初是很簡單的 畫兩塊訓練的這個場地而已 後來這些預算是交易部補助的 補助五百萬嘛 去把它稍微整修一下 上面還是漏水 儘管也是還會流水 所以有收 收不好 所以問題還是很多啦 那我們剛剛說有 有議員講說 籃球場也可以做籃球場 其實專屬的網球場 哪一個場地都不能打 那就無效了 那頂地就起了 無效了 你拿球去打 那個地板不一樣啊 不一樣啊 所以我希望我們市政府 教育處啊 你應該要協調成功國中 中正國中 這些風雨操場 你可以開放嘛 你為什麼不開放呢 那個籃球架也有 籃球場都有啊 你在附近啊 你下雨可以打啊 為什麼不可以打 為什麼不可以打 是不是這樣 當然我們民眾都是想方便 停車場最好是 待在我家隔壁 但是不要搜尋 這個是最好的 大家都是這種心理 所以我希望我們市政府 你們應該要去解決問題 把一些民眾需求 我們就讓他有需求 成功國中 總統國中 為什麼不能開放 要進去成功打球的 這些年輕人 怎麼進去你知道啊 市長 他要去翻牆 背衛進去 也有警衛 那警衛他不管你 但是他大門沒有開 翻牆進去 你如果不相信 明天才會敗了 有什麼好看 怕哪兒去 總統國中旁邊啊 不是有四個籃球架嗎 都公里操場啊 夏天去打也不錯 四個年來都沒空啊 不錯 總統國中也有啊 為什麼不開放 我又感覺很奇怪 有場地你不開放 對不對 年輕人都打籃球都是年輕人啊 請問其中一進到過了 有啦 頭幾個籃子可能啊 不可能在那邊下面跑 所以我希望我們市政府 教育處 你要趕快協調 成功國中 中東國中 把這兩個風雨操場 禮拜六禮拜天開放 上課當然是不能開放 禮拜六禮拜天可以開放 這是我們的節目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成功團寶貨店見 我們張漢土 第二次發言 謝謝 謝謝議長 這個再補充一點 剛才沒有提到 早上這個考察的時候 我們陳處長有提到 這個田徑場的外圍 這個說什麼 審計數來糾正 要做這個 要委外來做 停車收會 這個我建議我們處長 千千萬不要這個委外 也不要收會 這個地點啊 剛才我們本來同理也說過 到時候過去都有人 來市民來這邊停車 尤其啊 尤其啊 尤其有時候 有時候架入什麼 很多遊覽車會掉到上面 因為市集裡面沒有這樣停 也不能停 幾十部遊覽車都停到那邊 那你委外說 委外不要錢嗎 廠商一定要賺錢 好比說你不委外 我們自己來做收會啊 也一定要請收會員啊 那收回來的錢多少 宿庫你又進多少 不多啦 尤其你化停車狗以後 你沒有辦法化吧 不多 一這樣化停車狗其他就不能停 遇到現狀的話 所以說方便我們市民 供我們市民也是一個奪證 那委外有什麼 有收費收多少 你委外你要廠商戶給耳門的 也不多啦 造成連電 講很難聽的中央政府的官員啊 都不知道民間幾苦啦 想到哪裡就罵到哪裡 就收到哪裡 死就是給你換一個屁 你就要到他做嘛 雖然我們城市場不要照這樣做 你要跟他 你要誰誰這個報告上跟他們講 地方反對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啦 剛才普瑞同仁有提到 這個有關於 有一個國手啊 他承諾 確實是承諾 已經五六年了 到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交出這個一百萬 他的條件就是更換 把燃球場換這個網球場啊 那現在這個網球場幾乎使用率也非常低 那燃球場 使用燃球的非常多 比例非常高 一定說要把這個日期錯開 你哪一天再打燃球 哪一天打這個網球啊 你不能放位在那邊 當然你現在有網球的使用不多啦 那開放誰叫開放的也不多 場地也不大 那現在我們只有體育館在打燃球 所以說這個齁 我們希望本會同仁也有提到齁 還有體育館裡面那個看台 那個那個書令台啊 那個不用拆掉 那拆掉空間也大不了多少 那個體育館是剛剛歐進去一個地方 佔那個面積也佔不大 那個每年都有很多活動在那邊辦 像國軍在那邊辦理這個塑街 點招等等 都有在使用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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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令台 那個那個看台你給他拆掉 根本這個炸出來的空間沒有很大 所以說這個我要提出來跟我的認同講 這個應該不需要拆啊 以上是我們本人的這個建立 好我們休息五分鐘 請給大家幾分 我們來一次請給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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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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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好好 感谢观看 我想对于 感谢观看 感谢 感谢观看 就好像 感谢观看